大頭條都一定在看到 整個鴻海的危機影響到了航運的順暢 結果現在持續的外溢 我們來看到鴻海 不是說已經有將近20個國家 加入了美國 說我們要保護這個地方的一些 客運啊 客輪啊 郵輪 來來往往航行安全 結果我們來看到 這個夜門好 你鴻海 美國hold住了對不對 來看伊朗出手了 在印度洋 現在連印度洋 伊朗也用無人機攻擊了一艘貨輪 而且攻擊成功囉 這個貨輪被無人機自殺攻擊 一撞之後整個起火 還好是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但是本來鴻海的危機 現在外溢到印度洋 現在也開始擦槍走火 之前是夜門 現在是伊朗出手 然後你說 美國你的船能不能顧多一點地方 美國找了20個國家加入 但問題是 中東國家都不想管你 因為他們是挺巴勒斯坦的 夜門攻擊鴻海就是為了巴勒斯坦 所以阿拉伯周邊國家都不想管你 你們自己互鴻海聯盟 裡面分崩離析 因為法國說 我只要管我法國的郵輪 你們其他國家我不想管 裡面各自是不是各懷鬼胎 現在整個鴻海的危機 開始往外外移 我們要怎麼樣來觀察呢 對 這件事情非常麻煩 因為大家知道說鴻海 往上走就是蘇伊斯運河 是進到地中海的重要的一個航道 如果說鴻海這裡受到干擾的情況之下 很多貨輪都必須繞到非洲南部 繞到歐洲來 所以這個成本會增加 這件事情不亞於哈馬斯跟尾巴之間的衝突而已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外溢效果 外溢到夜門的胡塞組織 它揚言攻擊這個經過鴻海的相關的貨輪 它就會進行攻擊 那本來以色列是這樣講 它是說 如果說你美國不管其他國家不管的話 國際社會都不管這些事情 我以色列可以自己來管 那這時候美國就糾結其他20個國家 不過這幾個20個國家都是各懷鬼胎 為什麼各懷鬼胎 剛剛有提到 有8個國家其實是有加入在20國的陣營當中 但是它不願意說在這個公開的表明說 他們的國民在這個保衛 護衛聯盟的方面的名單上面 我可以加入 但是你不要說我有加入 這樣的意思 對 實際上有加入 實際上是賣給美國這樣的一個實質上的利益 但是實際上面質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不希望能夠去挑起巴勒斯坦人 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這個糾紛 因為我如果加入你的胡鴻海聯盟 好像我就跟以色列站在同一邊 但是我不想要 所以這8個國家非常隱晦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如果真的不處理好的話 的確以色列可能會親自自己來處理也不一定 那這時候狀況位可能會更加糟糕 我就給你打下去了 直接用飛彈 或者直接用這個所謂的相關的設施 去攻擊夜門的胡塞組織 那你各位也知道說胡塞組織 其實背後就是伊朗的支持 那胡塞組織它用的不僅是飛彈 它還有使用無人機 其實伊朗做無人機是最強的 所以你看到上一次這個俄羅斯戰爭的時候 這個俄羅斯也去跟伊朗要無人機 那無人機這一次也發揮一個功效 就是說它去攻打這個 在印度洋上面的印度籍的相關的這個化學傳播 這化學傳播引起了這個爆炸 那也是用無人機去攻擊 那這件事情美國說這是伊朗你幹的好事 那伊朗現在是對外是否認了 不是我做的 他否認是不是 對不是我做的 那為什麼我一直在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20國集團 如果說你單純只是要來處理 胡塞組織的這種干擾來講 我覺得是大材小用 用所謂的什麼大炮打小鳥這個概念 它真正的概念有點像是20國的集結的概念 是已經慢慢開始美國在知道說 這背後可能是伊朗在主使的情況之下 未來可能是要對付伊朗的 這不是在對付胡塞組織的 所以這個20國集團 因為你的意思是說 美國現在說我們是護鴻海 護商業利益 但是其實我已經把這20個國家的軍艦 都已經聚集到這個地方來 也就是說在美國用一個藉口 這個藉口就是用胡塞組織 當作鴻海集結的藉口 但事實上它是在糾結一些人 哪些國家 就是說能夠接下來能夠對抗 軸心國家當中的其中伊朗 所以這些國家到底誰站在美國這一邊 這時候就會非常清楚 但是你知道嗎 阿拉伯世界國家有些它不願意站在檯面上 所以很多是非常隱晦 我相信這傳播只不只有西方國家而已 這很多阿拉伯世界國家 他們也有自己的傳播 所以自己也要去護衛 不過現在我這樣 一開始現在各懷鬼胎 現在就等伊朗 因為等伊朗它如果炸掉一艘印度的 印度傳播 那個變成不是一個個案而已 而是變成通案 也就是說它接下來炸了很多其他國家傳播之後 這件事情可能不僅僅只是以色列跟哈馬斯之間的問題而已 這已經擴展到整個中東地區的局勢的發展 今天早上我還在看一下西方媒體 都在關切整個中東局勢的一個惡化的情況 因為這事情如果擴展到整個印度洋 或者整個阿拉伯海 這個整個地方來講的話 就會形成美國聯盟 跟伊朗這一塊軸心國家之間的鬥爭 那如果又更擴大來看的話 就是從這個以哈危機以來來講 國際社會已經分裂成兩半 那個捷克總統他有提到一件事 捷克總統現在他以前曾經擔任過北約的軍事主席的 軍事委會的主席 他說現在從這個中東的以哈衝突來看 全世界已經分裂成兩半了 那這時候就更加造成所謂的世界大戰的衝突的可能性會發生 所以這一次事情看以色列伊朗怎麼處理 伊朗處理事情不好的話 那這個事情可能會擴展到其他地方的一個戰火 對 但是伊朗有這麼笨會承認嗎 伊朗如果就是搖口不認說 就是不是我 然後一直有船被炸 就是不是我 這樣子美國如果帶著他的一個盟友們要出兵 好像也失出無名吧 對 也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伊朗他要看用什麼方法 不過先修理夜門 胡塞組織倒是真的 因為這個他自己也承認說是我幹的好事 對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中東這是一片混亂了 本來以為只有紅海這個危機 你又往南繞繞去非洲 但現在連印度洋都出事情的話 那到底接下來怎麼辦 航運股最近到底要怎麼觀察 這如果衝擊到整個全世界的一個運輸的話 這不得了了 接下來的一個後續是影響範圍會非常非常廣 趕快問一下陳彥 這個航運股怎麼觀察 那這些運價現在感覺好像已經暴漲 他們據說比兩週前那個運價要暴漲十倍這麼多 現在是遠東到歐洲的航線 因為你一定要繞 所以他現在已經喊價 坐地真的就是坐地起價了 1500喊到18000了 這十幾倍了 要不要據說最高的 並不是當然喊出來 有沒有人要有人搶走了 這個價格就 因為它變成是一個高度浮動的一個情況 但我們去看整個報價的一個平均的水準來看的話 歐洲線因為現在影響的不是美西不是美東 影響的就是歐洲跟地中海航線 所以你看歐洲的部分 周變化多少45.48 年變化多少42點 很簡單講就是這一週 就是這一週衝上來的 那地中海是30可是你看年是8 所以很簡單 過去其實地中海的一個報價 早就已經大幅度的下滑了 突然之間在這個禮拜 哇 急漲 急漲的背後當然反映 實際上現階段我們講 整個全世界透過海運的運輸 大概佔30% 大概一兆美金 就這個貨運量一兆美金 10%走蘇伊士運河 所以是1000億嘛對不對 那這1000億美金當然你就說數字就是這樣 可是這當中產生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當然剛才廷偉哥在講 就是說大家一直去護航 產生反效果 反效果啊 因為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達到那個效應 反而報價 因為大家會怕 那整個報價反而突然之間急速的攀升 現在還有幾個問題 我跟大家解釋 現在第一個 他一定要該走海旺角 不是海旺角對不對 就據說好旺角搞的塞港了啦 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說 非洲的港口的設備 真的能夠應付現在突然之間 這麼多船經過嗎 加油的能力 港生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反正他們現在已經在解決 可能變成中途加油的方式 現在船上已經在想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問題是 到了歐洲以後 你不是在你該來的時間來 塞港 很可怕啦 很可怕啦 當然從各股價來看 實際上長榮也好 包括台華也好 其實這一波我要跟各位講 已經漲了五成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 股價出現大幅修正 甚至陽明直接拉到一個跌停板 實際上並不是這件事情已經落幕 而是突然之間短線衝高 獲利這麼多 對這些短線當衝客來講 或隔日衝的人來講 他早就已經運用現貨跟這些全鎮 大撈一筆了 已經撈完了啦 那我現在先跑 所以接下來回檔修正以後 大家要看的事情是 事情有沒有真正落幕 如果運價能夠 能然維持在這麼高檔 實際上他會回到一個 真的就是整個行業的一個 這一個 因為事件所帶來的利多啦 但是能走多久 我覺得還是要看事件而定 當然有人講說 那很多人就改走航空什麼常常滑航 可是我認為短線上 大家還抱一個觀望 因為畢竟 大家還是擔心走航空 那會不會事件又落幕 又白搞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待觀察 但是逢回應該都還是買點